民进党昨晚在凯道举行双北大造势 府院大咖全道场 为自家候选人站台 行政委员苏贞昌助讲时 再批蒋万安的父亲是做两岸买办 直言如果儿子当市长 那么生意会不会越做越大 对此蒋万安回击 苏贞昌当了官 女儿的标案也是越接越大 不过蒋万安先前宣布请辞立委展现决心 被日本媒体人分析 一般是对选情不利 才会有吸眼球的动作 来到民进党票仓 市东市场败票 蒋万安紧握每双手球支持 毕竟选战斗鼠 对手阵营前一晚开到奏事 府院大咖全出动挺中 总统在打抗中保台牌 公共二十大之后 我们的第一场选举 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世界 如何看待台湾 蔡英文总统只剩下 嘴巴上的抗中保台 却忘了在他头上 非得国庆表演的无人机 都是中国资金 公司所制造的 山蔡政府不要说说而已 还有苏葵这番话 蒋万安也不甘回击 候选人的爸爸 是做买办 这样的人 如果他儿子当市长 那他会不会越做生意越大 请苏文昌院长好好地回想 国内哪一位行政院长官当得越大 女儿的标案接得越广 赵世叶民进党炮口猛攻蒋万安 陈时中也哽咽说自己字典里没有仇恨值 批评国民党操作仇恨 我的团队一直都是坚持正面的选举 反观陈中先生 他却闪躲问题 不应正面面对 而且背离民意 蒋万安一一见招拆招 敞回议题主导权 不过日前突然请辞立委 日本媒体人十百名夫 脸书分析感到讶异 直言只有选情不利 才会做出吸引眼球的动作 他辞职立委 其实就代表扑斧陈州 并且勇于承担的决心 展现选选决心 蒋万安下周也将和怀孕六个月的爱妻合体 打出夫人牌冲刺最后选情 继续选洋人大太不报道